唐欣姐 你快告诉我 陆老板到底是谁 你猜 哎呀 你就告诉我吧 我不知道 这个唐欣不会真找到什么靠谱的下架了 工冻玄虚而已 戏实真多 我是真好奇了 到底谁是陆老板 你是不知道 你微博底下的粉丝有多厉害 就一个晚上 把所有影视公司的出品人 剧片人 导演 只要是姓陆的 全都老了个遍 还做了表格主义分析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陆老板 我有那么多粉丝吗 我怎么不知道 也不完全都是粉丝 还有几个娱乐大V也转发了 反正现在微博都已经炸了 大家都在讨论 你就告诉我吧 我想知道陆老板是谁吗 告诉你 我 老老各位 同工长好 杨总 坐 小蜜大家应该都听说了 我们时光顺利拿下了开局的版权 这是一本底子出色 并且结合实事的反差题材小说 在座的各位 如果谁有兴趣想要负责的话 可以主动请应 陶欣 这么好的项目 不想负责了吗 我 我就算了吧 我刚进公司没多久 前段时间在白鹿跟组的时候 发现自己确实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么好的项目 我就不跟着掺和了 掺和 这就是你们编剧部的工作态度 唐总 我这是实事求是 不关其他同事的事吧 大家不都挺积极的吗 您逮着我一个没举手的 就质疑整个团队 不合适吧 不合适 再说了 我这是能力问题 不是态度问题 您还是得区分清楚 那好 感兴趣的同事可以提交一下策划案 汇总到陈总边那儿 我们则有选择 参会 唐欣 到办公室来 这唐欣到底有多大本事 又是单独顶纳 又是教导办公室 这么偏心直接把项目给他好了 还走什么形势呢 难不成 跟昨天晚上的微博有关系 这有没有关系的也太不给唐总面子了 还扯出个什么 陆老板 扯吧 迟早别人看了 做惩戒 去 去 关主理 你戴眼镜还真挺好看的 请坐 谢谢唐总 我说过 我说过 你的小说版权放在时光 会启动开拍的 为什么不想许愿 可是 他已经在你这里放了四年了 那是之前 现在时光有这个打算的 唐总 我觉得您这样好像在勉强自己 我知道你喜欢拍什么类型的剧本 我的版权在时光囤了这么多年 可能就是因为不合适 所以才一直没有拍上 就像我跟你一样 人不合适 东西你也看不上 唐姐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 我看不上你的东西 当然也没有 也没有看不上你的人 有些时候不合适 和看不上 它是不一样的意思 我努力过了 没有遗憾了 反正是我的东西 版权到齐了 我爱签给谁就签给谁 之前 时光没有开局 我确实觉得在那个时候 如果孤注一掷 去开发做营物给你很冒险 但是现在不一样 时光有开局 唐总 你不用这么耐心地跟我解释 不管为什么 结果都是一样的 是因为我拒绝你 就你能拒绝我吗 好了 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等等 干吗 版权卖给谁了 反正不会比你差 你问那么多干吗 以后就跟你没关系了 唐总再见 高处理 帮助理 你不想和你 我 你不想和你 你不想和你 我